喂喂喂喂喂 现在是 现在是晚上12点20 说来也惨规 晚上吃完晚饭 有朋友叫我玩游戏 所以一桌到现在 桌子我之前拍视频说过了 是宜家的一个 就是中档规格的桌子吧 然后我用了大概 也有个五六七八年 但是它很严重的问题是 用久了很晃 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终于是下很新 要换个新桌子 之前跟淘宝上面预定了 大概半个多月 然后昨天其实已经到火了 就是这个 当然很大 我得退后一点 分了两个包裹过来 这个大的应该是桌板 然后小的应该是 对应的桌头那些配件 我今天的任务是 希望是把它安装完成 然后桌子上这些电脑 包括显示器这些 今天先不搞 留到明天 大概是分两天完成 我也不知道装这个桌子 要多久 希望一个小时之内能搞定吧 然后拍的时候 我可能基本上会架在旁边 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行 我先去摆相机 然后就开始 我先去摆相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打开它里面那一层有太气泡的保护膜 然后木板的木头的味道已经能闻到了 花纹看上去还好 但是稍微有点色差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它应该是四片拼在一起的 然后就是这一片比较红 然后相邻的这片比较浅 然后上下两个看着颜色还差不多 反正木头肯定不能完全一模一样颜色 然后这个木头是樱桃木 综合下来反正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吧 比北美的黑胡桃木要便宜很多 要是北美的黑桃木的话就再需要加一千到两千块 实在是有点贵了 好吧继续 原来夏非常的 Parsley 这 nada …" sì 哎 咯 我 吼 噢 视频都能看不到 哇 还是很漂亮 手感上摹上去也不错 好 走这 好 走 拆完了 这个一定是脚垫拧到桌腿底下的 然后另外一侧就是钢板这一侧 用这种螺丝拧 然后他也给了这个工具 其实这么看下来 这个用手拧就可以了 这个直接用它拧 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工具 就不用自备工具 好 我现在 确认一下有没有安装说明 先看看有没有给我发消息 但我肯定都删掉了 好 没有 没有说明 自己搞完 挺好的 应该也很简单 好 那就进入到安装阶段了 我先把这四个脚垫装上去 我先看一看 真的 我先看一看 帮你去帮我 应该是需要把这个木条拆下来 把这个片塞进去 然后再把它固定上 然后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直接用螺丝固定 因为它给了两排这个螺丝口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反过来也装不进去 就是用这样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只能这么装 所以就是下一步也把它拆了 OK现在就拆 再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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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状态横倒着要得翻过来 最好是两个人一个人真的很难搞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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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儿,搞了泡沫的垫脚,好像爽点粒。 好,剩下的就是,剩下的就是把那一坨剪掉。 简单收一下,然后就睡觉了,现在看一下几点,两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但中间其实安装也没那么麻烦。 因为它这个结构很简单,但是因为我要就是一边弄这个相机,一边再去装,所以耽误点时间。 最难操作的就是,因为那个桌板子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把它翻来翻去的很累。 然后另外拆那个包装是主要工作量,安装反而是很简单。 好,现在开始收拾。 好,现在开始收拾。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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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多余的零件 老板给这么多螺丝丁 我不是用意是干嘛的 有可能是说不装底下那个木条 但我觉得应该是装木条 不装木条能多用8个 这里面还有9个还多一个 但我觉得那个木条 应该装 回头我白天再问一下老板 是不是装的对 然后这个电脚也是多一个 多一个就比较正常 好 现在是晚上两点半 所以我说话声音小一点 这个可能一般这些我都会留着 但一般都用不上 好 那既定的今天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桌子已经装好了 然后剩下一半的工作量就是把原来的旧桌子替换掉 但是 这个一半我感觉替换桌子这个工作量更大 这个明天再说吧 总结一下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替换掉 反正从这个安装的难度上来看 就是其实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 这个桌子腿 只有这么一种装法 你给它装反过来也装不上去 安装过程就是拧几个螺丝钉 这个螺丝钉工具也给你就是店家也配好了 你也不用额外准备工具 拧螺丝钉呢也不费力 有正常人都可以拧得上 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桌板实在是太重了 我不确定它有多重啊 这个我也没什么概念 不过几十斤是肯定是有的 甚至有没有一百斤我都不知道 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四五公分厚的一个实木的板子 就是难点在于这个桌板太重 导致你翻来覆去就是给它倒转 或者是翻过来都比较难吧 就是我一个男生勉强可以 但是如果要是个妹子的话 应该是不行的 然后另外呢安装这个桌子 因为最后要把它翻到正面 这一步我自己是很费力的 最后两个人 安装就这些吧 最后说一下这个桌子 我看到的效果啊 因为这个桌子 之前在那个淘宝店上 我看过他们的旧款的桌子 我心里大概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 至少跟我预想的基本是吻合的 然后这个桌板呢 因为我这个是樱桃木的 当然那个黑胡桃看起来是更高级一点吧 但那个黑胡桃颜色也更深 当然颜色也不是我没买黑胡桃的原因 主要还是黑胡桃太贵了 这个樱桃木看起来这个画纹也有 然后价格相对黑胡桃又便宜一点点 所以就买了这个 然后我这块板子呢 因为它是四块拼接的 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板子 它每个板子是稍微有一丢丢色差 但是正面对吧 现在看的正面看其实又不是很明显 我可以拿过去 这个角度看也能看到吧 就是这个位置有点偏色 然后另外就是做工方面 它打磨的很光滑 这上面涂的也有一层漆或者什么东西 类似沥青还是什么 手感很不错吧 就那种磨砂 有一点点磨砂 不是完全光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 我刚才数了一下 确实是不是四块拼成的 是五块板子 这一条是一块 第二块是到这 这一块是一块 然后中间有一大块 中间是两大块 这一大块 这一大格 然后这一格 这个也挺大的 所以它是五条板子拼成的 当然有色差也正常 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反正我是可以接受吧 整体还说挺漂亮的 好吧 说说说说了 明天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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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